传言 吴监狱镇压世间恶人 冥皇池生死部 掌管吴监狱 有人冤狱 这不是什么奥特派这次公本 不请冥皇 努力 你了 放入你的腕 我一样的腕 是 准复天宇 冯阳不在乒 这是什么 兄弟 你怎么可能 神王奥迪 验证功本 竟然还不动出犯例子 怎么不可复 你们呀 该死吗 我们被捆物监狱一群白眼 放了我们 我们保证就不做了 冯阳 不好 快追 无必了 生死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 明皇 传我命令 后葬无监狱所有牺牲的地主们 不得有 是 当初我不顾母亲反对 替我兄弟黄润斌以罪入狱 一黄眼 就过去 如今无监狱已空 也该回家去看看 请明皇放心 早在四年前 您刚坐这五件浴室 龙首便派人给你母亲送去一枚明皇里 香气有令牌在 没人敢冒犯你母亲 龙首有心了 其他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回明皇 为您不请祝寿的万寿宴已经准备就绪 将在三天后举行 届时举国权贵都将到此参加 除此之外 给您妻子庄凤坤的药气函也在路上 应该很快就会送的 走 这场寿宴 算是我给他们的补偿 走 回江城 起叫 老子 老子 这哪 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 好东西 赶紧给我滚过来 儿媳呀 妈求求你 妈真的没骗你 还敢嘴硬 看我一会怎么弄死你 来啊 把死光捆到祭坛上去 烧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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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大家都知道 三天以后 就是明皇为其母亲 助生的万寿宴了 这可是我们整个龙国 上下无不主顾 普天同庆的大日子 但是 这个老不死 居然敢私自伪造 明皇令 还企图在万寿宴上 假扮明皇的母亲 简直是其心可重 我没 我没有 还敢狡辩 诸位 这 就是我在他们家 搜到的证据 真的是明皇令 谁是有明皇令 就像那于明皇降临 敢没造明皇令 这可是要猪连九族的 是 诸位 你们也都知 明皇马上就要光临我们将 如果让他吃 像他这样的败 那可势力犹如我江城的颜面 你们说吧 咱们该怎么处置他 烧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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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婆婆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呀 诬陷你 你知不知道 明皇令是何等尊费的东西 像你这种老不死的 你配拥有这种宝物吗 四年前有人将他带给我 我不知道这就是明皇令啊 还敢嘴嘴 不过我倒要谢谢你 我正从明皇来咱们江城的时候 找不到机会讨好 这不 这一下就把你这个老东西给露出来 反正你这几年都在念叨你儿子 那我就做个顺水人情 把你送过去 救命啊 薛阿姨 薛阿姨你没事吧 蒙轩 姐 我跟阿姨每天朝夕相处 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她绝对不可能做出伪造梅皇令的事情 庄蒙轩 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你还敢护着她 我知道 你们两个是一伙的是吧 她伪造明皇令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有参与啊 不不 这事和孟轩没有关系 庄家怎么会出了你这样的贱人 真是家门不幸 不过也好 既然你这么护着她的话 来人 把她也给我捆了 你们干什么 住手 妈 你没事吧 儿子 你还活着 许家 等会儿再收拾你 儿子小心 许家 你还要连死回来 庄宝坤 夫妻一场 这就是你对我的问候 你少在这给我装模作样 对了 你不是被关到无监狱了吗 怎么现在就跑回来了 哦 你越运了 越运 我若想走 这世界上 谁能拦得住我 咱们五年没见了 你这口气怎么越来越大了呢 不过也没关系 你这回来正好 能给你这老不死的娘收尸 庄宝坤 我警告你 管好自己的嘴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我气死你 你妈伪造明皇令 罪大恶极 我这么做 可是为了全江城的百姓消灾 你现在立刻给我跪下来道歉 否则 我连你一起烧了 这明皇令本来就是真的 我妈何罪之用 我看你是坐牢做傻 你说这令牌是真的 就是真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明皇吗 明皇使到 明皇使 您来了 真是有事 我 我是庄家的庄凤坤 你就是庄凤坤吧 是啊 怎么了 这是明皇母亲三天后 万寿宴的邀请函 乃明皇亲寿 请庄小姐暗时参加 这是明皇亲赐给我的 走 凤坤 我知道 这五年来我亏欠了 所以这张邀请函 便是我给你和妈的补偿 你胡说什么呢 睁大你的狗眼 给我好好看清楚 这邀请函上面 写的可是白无常 白大人的名字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 许家 你他们以为你是明皇啊 就是 你要是明皇 那我就是明皇他爹 真是有眼无助 早知如此 这邀请函 还不如送给狗 许家 给你脸个脸 给你脸个失败 我忘了 五年前 黄润斌九家 照死了人 是你让黄润斌 跪下来求我 让我替他顶罪入狱 你说过 要照顾我妈的 现在呢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黄润 黄润斌 皇上 你怎么才来呀 许家 你入狱的时候 不是叫我照顾你老婆吗 我真照顾着照顾着 照顾上床了 你说 我是不是还挺良心的 黄润斌 我操你老了 黄润斌 我把你当兄弟 不惜替你顶罪入狱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 许家 你脑子里边都是屎吗 我黄家乃京城四大家族之首 此次万寿宴 也是我黄家独自承办 你一个老凯犯 也敢跟老子成兄道弟啊 啊 龟 你背吗 皇上 别理他 反正那么长时间都过去 现在咱们手上还有明皇的妖精 要不就把那事跟他说了呗 你们还瞒着我什么事 你老婆跟你结婚之前 就已经和我好上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老子 喜欢干人气 还便宜了你这个乌龟 绿毛王八蛋 哎哟皇上 今天晚上你想走哪儿去 你们这些狗男女 要休玩啊 还得是咱们皇上会玩 这许家说不定就喜欢当绿毛龟 哈哈哈哈 周宝坤 你这个毒素 原来 是你害了我们一家人的 妈 儿子 都是妈的错 是妈看错了人 才让你娶了一个这样的坏女人 这老东西还在装死 哈哈哈哈 吵死 姐夫别冲动 我妈的身体之前明明很好的 这到底是怎么了 哎呀 她不敢说我来说 告诉你吧 在你入狱的时候 我只要一生气 就打了她来出去 晚上呢 就把她扔到猪圈里 跟猪在一起睡觉 现在呀 估计是饿晕了 想吃点猪食 甜甜肚子吧 哈哈哈哈 许家 你居然敢打我 周宝坤 算是看透了 从击往后 不再对你心软 再敢对我妈斗一笑 别让你宣战血肠 许家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明皇的邀请函 见函如见明皇本人 我劝你现在立刻给我跪下 不是 我让你不得好死 啥种 登见没有啊 赶紧给我跪下 你 你要干嘛 这邀请函 我能送出去 也能收回来 许家 你居然敢撕毁明皇的邀请函 你完蛋了 一张废纸 死了 又如何 放肆 凤坤的邀请函 可是明皇亲授 你居然把他给撕了 这可是对明皇的大不敬 你们母子里 一个伪造明皇令 一个公然挑衅明皇的威严 这可都是诸九族的大罪 你们许家这次 开灭门了 儿子 你这下可闯了大火呀 怎么办 他竟然 他竟然死了邀请函 明皇必将真怒啊 这明皇若是怪罪下来 我们所有人都得给他赔造 绝对不能放过他 咱们把他们抓起来 抓起来 大家不要冲动 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你有什么办法呀 你们都是一伙的 罪了明皇 你们都得死 对 都得死 皇上 我记得这次万寿宴 是你们皇家一手操办的吧 要不跟你爸打个电话呀 让他禀报白无常大人 试试看 这他们母子俩一个死罪 假 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 拜见白无常大人 此次明皇的万寿宴 交由皇家承办 若有任何差池 我定拿你试问 大人放心 我皇家定当竭尽全力 承办寿宴 能替明皇做事 是你皇家的荣幸 不要浪费了第四季 瞧得明白 是犬子的电话 怎么了 什么 你赶紧把他留住 正好白封大人也在 我们立刻赶过去 怎么了 兵报大人 由刁命伪奏明皇令 还公然撕毁了 万寿宴的邀请函 岂又此 竟敢如此无腻明皇 你定诛他九族 大人 什么 白无常大人也要来 好 这黑白无常 可是明皇大人的 左膀右臂啊 这样的大人物 居然要亲自来 可不是吗 这白无常大人啊 造我们皇家 商讨万寿宴的事迹 却听说这里 有人公然伪造明皇令 还撕毁邀请函 立马就怒不可赦 要过来灭他九族啊 去家 这回你他妈死定了 哎 哎 没想到白凤竟如此树木寸光 让你皇家摄影 真是愚蠢之急 哎呀 儿子可不能乱说呀 妈 儿子 你可不能说不该说的话呀 反了 反了 不仅撕了邀请函 还公然侮辱白凤大人 咋家 你们可都听见了 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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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何 你还死鸭子嘴硬啊 等白凤大人来了 我们可都是证人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了 好呀 我倒是要看看 白凤来了 不敢定我的罪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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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起来 儿子 你可不能一错再错呀 各位 各位 我求求大家了 私不教是母之果呀 我儿子犯的罪 就拿我这把老骨头替他还了吧 福宽 福宽 我求你了 你就看在你们多年的父亲份上 对白凤大人说些好话 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 你算个什么东西 今天你们母子俩 一个都别想活 周富坤 这是你逼我的 放肆 白凤大人在死 看谁敢成狂 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怒 敢撕毁明皇的妖精函 不用看了 是我 没错 白凤大人 就是这个杂碎撕毁了妖精函 他还侮辱你呢 你们都听见了吧 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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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 现在人都立刻滚蛋 妈 起来吧 我没事 放心吧 有我在 我看谁敢在伤害你 去见了 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 白凤大人都亲临现场 还不赶紧跪下求饶 还最硬呢 白凤 你也是这个意思吗 大胆杂种 你这是什么态度 竟敢对白大人如此说话 儿子 你不是说有人仿造明皇令吗 赶紧把那假令拿出来 给白大人看一看 一看就是假令 只怕是会伤了白大人的眼 要打这种小憋散 用不着白大人出手 来人哪 把他们绑起来 夹到火上烤 给这明皇的万寿夜 夹一道菜 放肆 我让你说话了吗 白大人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应该打的是 许家那个废物啊 打的就是你这条老狗 白凤大人 别息怒啊 你是不是误会了 有眼无珠的东西 连自己错在那都不知道 我看皇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什么 自作孽 不可活 许家 这事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求求你 帮我们向白大人求求情 你求他干嘛 你老糊涂了 他就是一个老改犯 哎 你 你没有看到白凤大人到现在 都被怪罪许家吗 啊 如果许家是一个普通人 白凤大人怎么会说翻脸就翻脸的 还不赶紧跪下赔罪 许家 刚才是我有眼无珠 求你放过我吧 老公 之前都是我错了 我跟你道歉 我还买了好多新的性感睡衣 今天晚上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弄你 我现在看见你就想脏 现在看见你就想脏 妈 宏许 我们走 宁皇军听令 途径皇家和庄家 是 哎呦 许家 你拜他人 拜他人 中奉坤 你赶紧求求许家呀 啊 许家难道你忘了十五年前我给你的钱 让你救你妈命这件事了吗 啊 啊 啊 把钱拿出来 不要动我的钱 老实点 你把钱还我那是给我妈妈要的钱 这边去 雄鬼 嗯 嗯 这小哥怎么办啊 嗯 你没事吧 嗯 嗯 小哥哥 这些钱拿去给你妈妈买药吧 嗯 嗯 谢谢你 我以后会报答你的 嗯 嗯 让你买的雪糕呢 我把钱弄丢了 好啊 我要回去告诉爸 让他把你吊起来打 姐姐 许家 求求你了 放过我们吧 如果当年不是他把钱借给我 我也给妈买不了药 孩子 妈 我知道了 张凤坤 看在你之前对我有问的情况下 今天我可以放过你们 但从今以后 你我之间 恩断义军 妈 我们走 庄家 王家 你们好自为之 爸 没事吧 你 庄凤坤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和许家十五年车都发生了什么 爸 爸你干什么呀 你闭嘴 说 十五年前 许家在街上被人抢走了给他妈买药的钱 我跟庄孟车 我跟庄孟轩恰好经过 庄孟轩那个贱人就把自己的钱给他了 然后他就以为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然后说要给我报恩还要娶我 许有此理 你竟敢隐瞒这么大的事 你是想害死我们的 爸 有这么严重的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白大人对许家的态度就说明他们的关系匪浅 我们就得罪不起许家 还他们玩什么人气 赶紧给我离这个扫马上远一点 走 皇上 许家 就算你现在有白无常医 我也绝对不能让你这样的狗杂种踩在我的头上 你给我等着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手术室在哪 在这边 好 谢谢 妈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到了 走 爸 这可是咱家的医院 又能招这么偷偷摸摸的吗 更何况 咱们跟着许家那废物干嘛呀 当然是向他赔罪了 这一次 冥王的万寿宴 咱皇上一定要办 所以 就得搞清楚许家那个杂种 到底是一个什么背景 赔罪 跟许家 儿子 我知道你不甘心 爸也咽不下这口气呀 但是 这次涉及到是白凤大人 我们必须得低头啊 不是爸 你就真的确定 那个许家 他跟白凤 有关系 我不确定 所以就得 赔罪 你吩咐医生 等一会儿 不管许家他妈的病重不重 都要给他动手术 然后 只要许家敢闹事 咱就拿他妈来威胁他 病人情况很紧急 得马上做手术 签字吧 我妈怎么有这么多病 连股瘤都有 良性的 猪食吃多了 是什么 姐夫 阿姨的病要紧 怎么样 这手术做还是不做啊 做 我们做 这不就完了吗 赶紧签字 在这等着 我去准备医器 拜托了医生 黄总 少爷 那俩傻子是真信了 明白明白 儿子 妈 你醒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回来了 妈就好多了 妈 对不起 我这几年 一直没能回来陪你 才让你被装缝坤 这个龙腹所折磨 这些年 多亏孟轩在照顾我 要不然 你回来就见不到我了 孟轩 谢谢你 姐夫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以后叫我的名字吧 我和你姐 已经没有关系了 许家哥哥 对了 许家哥哥 你跟白风大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 你撕毁了明皇邀请函 他都没有怪罪你 妈等一下还要手术 我突然暴露身份 恐怕会吓到他 还是等万首颜开始 再给他一个惊喜吧 其实我这几年 一直被关在无间狱 有一次啊 突然发生大暴乱 差点伤到白风大人 我就上前 帮他挡了一招 所以 他就是还我人情而已 可以进去了 家属不能进去 待外面等着 许家哥哥 你别担心了 嗯 啊 啊 啊 妈 啊 小屁啊 嘿嘿嘿嘿 你们在里面干什么 许家 整家医院都是我们皇家的 从你们进来的那一刻起 我就掌握你们的一举动了 啊 爸 来 耶 爸 多亏你留了个心眼 要不然啊 我们就被那个废物给骗了 我也是老糊涂了 许家他一个老改犯 怎么会受到白风大人的青睐呢 哎呀 救了狗屎 恰巧救了白风大人一次 放开我 说废话 你们把我妈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就给你妈打一招 哎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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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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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 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冲呢 嗯 啊 这可是一根强心剂 你妈那个老东西的身体状况 要是打上一根 冲血的血管 就会慢慢的 砰 你爸就爆了 哈哈哈哈 奉我妈 否则 灭了你们皇家 呦 果然哪 没有白风大人 撑腰 你看 许家说话就像个 妈妈狗的凶人一样 爸 你忘了 他还有一块假明皇令呢 哎 赶紧把那假令掉在嘴里边 汪汪 叫我两声 啊 哈哈 走 哎呀 哎 哎 你敢打我 真不相信你妈会爆啊 给我扎 不用 哎 哎 现在知道怕了 啊 之前看在装凤坤对我有恩的情况下 我饶了你们一次 然绝不会有第二次 我警告你们 现在立刻马上把我妈给放了 则 定叫你们生不如死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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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谁的裤子拉索 没拉好 你他妈给露出来了啊 你真以为我们怕你啊 如果不是当时白风大人在场 你现在已经和你妈 输出无了 而且 你不会真的以为 当年在街上救你的那个小女孩 就是装凤坤吧 哈哈 你什么意思 其实当年救你的人是 罗孟仙这个贱人 成狗 哈哈哈哈 陆萱 她说的都是真的 为什么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等我知道你是那个小男孩 以后 你已经向我姐姐求婚了 我不想拆散你们的感情 原来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抱错了恩 娶错了人 儿子 妈 都是妈不好 都是妈的错 当年妈不应该一直急着催婚呢 你让你织的图包 却让你取错了人啊 都是妈该死的 老东西 闭嘴 妈 别过来 洪苏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帮过阿姨 什么 帮过她 你在开什么玩笑 那个老东西 可是伪造了冥皇令 杀了她 就能帮我在万寿宴上 讨好冥皇大人 要不是昨天白凤大人捣乱 那个老家伙已经死了 造冥皇令确实死罪 她是谋害冥皇令的持有者 更是最佳一等 你在搞笑什么啊 啊 你不会 还想说那个冥皇令 她是真的吧 李家哥哥 不要再激怒她了 不然阿姨真的就没命了 洪萱 你信我 这个令牌是真 怒了 真令在哪 赶紧把真令交出来 要不然 我现在就把这个老不死的 退进太平间 怀疯 限你一分钟之内 冥皇令送到医院来 参见白凤大人 不知白凤大人此此前来 所为何事 敢敢谋害冥皇令持有人 还有脸梦 为何事 什么 误会啊 误会啊 您就是借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谋害 这冥皇令的持有人呢 就是啊 除了这个死老太婆 造了一个假冥皇令 我们甚至连 真的冥皇令都没见过 你们说的 是这个吧 对对对 就是这块假令 冥皇令在此 皇家父子听令 即刻起 取消皇家承办外寿宴的资格 废除皇家所有的邀请函 我抗议 你正用假令传令 我们凭什么受命啊 你敢不服 妈 你没事吧 这一笑 留你一口气 再不服 下一笑就在要了你的命 大人让命 大人让命 冥皇坐下白无常白凤在此 请庄小姐经冥皇令 并且邀请庄小姐 参加三日后 冥皇母亲的外寿宴 冥皇 冥皇 我没听错吧 刚才这个废物打电话 让白凤大人把令牌送过来 许家 你不会是人从大牢里出来 连这脑子还流在里边了吧 一个牢该犯 假冒装上死耗子 判不上白凤大人一次而已 你以为白凤大人会混你一辈子 许家哥哥 你快想想别的办法 没有人会消停你的 冥宣 再等等 冥皇令马上就睡了 行了 老子不想和你们废话 你要是想救这个老东西 就让他 摸光了 然后跪在地上 捡我们俩 儿子 还是你好心的 脱光衣服 就能救一条命 太值了 怎么样啊 脱不脱 我脱 孟宣 不能脱 不脱 那 也行啊 那就让这个老东西死在你面前 有诈 白凤大人到 给我呢 是的 请庄小姐机令 我没看错吧 爸 白凤大人 居然给庄孟宣 那块明皇令 把人给我带过来 大人 大人 大人饶命啊 是他们让我干的 把人治好 你还能活 否则 是 是 是 我马上把人治好 庄小姐 庄小姐 那他们 怎么 庄小姐 一切都是我们的错 求您放过我 放过我 就把我们当个屁 把我给放了吧 刚才 你让谁脱光来着 我来脱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你们赶紧走吧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 谢谢 谢谢 那庄小姐 我也先行告退了 许家哥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令牌 难道不是假的吗 白凤亲自给的令牌 又怎么会是假的呢 妈 爸 你没事吧 放心 死不了 爸 周梦轩那个贱人 他得到了冰黄令啊 哎呀 咱们该怎么办啊 傻小子 你真的以为 那块冰黄令是真的呀 爸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别忘了 那块冰黄令 是从许家他妈那里搜出来的 如果这个冰黄令是真的 他妈这么多年 在庄家受尽的屈辱 早就有人来灭了 庄家马门了 那这个冰黄令是假的 白凤男人看不出来吗 到底是看不出来呀 还是不想说出来呀 爸 您是说 到底是看不出来呀 还是不想说出来呀 爸 您是说 一开始都误会了 许家说他当年 曾经救过白凤遗子 所以 这次白凤没有追究 他妈伪造冰黄令的错 而且许家一个电话 白凤立刻就送来了假令 而且白凤还用假令 废除了我们当外寿宴的资格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当年的党剑之恩 许家彻底攀上了白凤 但白凤却处处的包庇他 没错 而且我敢肯定 白凤把假令交给庄梦轩 就是为回收他和许家的关系 许家和庄梦轩同一条船上 这令在谁手里都一样 你别说了 我给你叫医生 不 白凤和许家二人 请我皇家开身 不出这口恶气 我绝不罢休 儿子 我已经决定了 要在外寿宴上 当着明皇大人的面 搞发这对狗男女 哎哟 爸 这白凤大人 都已经废除了咱们的邀请函了 万寿宴咱们都进不去啊 我们进不去 可以让人带我们进去 儿子 你可知道庄龙从国外回来了 庄家家主庄龙 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平常 自然没有关系 但这次庄龙从国外回来 霸解上一个大人物 谁啊 西方的神王 厚丁的儿子 奥托 原来是他呀 据我所知 奥托王子这次来我龙国 就是为了参加明皇母亲的外寿宴 如果我们也能霸解上他 就能请他带我们进入外寿宴 儿子 庄家的庄凤坤不是你的拼头吗 这事就交给你了 爸 你好好在家养伤 儿子呀 这就去一趟庄家 徐家哥哥 阿姨怎么样了 妈已经没事了 刚睡着 太好了 孟萱 这些年 辛苦你照顾我妈 接下来 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 不用 我只要一直能陪在你身边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喂 爸 你这个贱骨头 你死哪儿去了 我在医院呢 有什么事吗 我给你安排了一门温室 我限你半小时之内赶回来 要不然有你好看 好 我知道了 孟萱 怎么了 我爸让我回家一趟 我先走了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要不我陪你一起回去 不用了 你留下来好好照顾阿姨就行 哎 白凤 我妈暂时交给你召开 我去庄稼一趟 好头王子 我那个女儿 虽说是私生女儿 但是她身材前突后翘 绝对是个极品 最关键的 她还是个厨儿 哈哈哈哈 我虽然已经吃了一百多个老婆 但 一直想往玩龙国的女人 庄家主 你可别让我失望了 王子你放心 我这两个女儿 你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哈哈哈哈 是 放心 再过几分钟 江城总督 就会派人给我送来 五张万首颜邀请函 到时候 我可以送你 谢谢奥头王子 我干了你随意啊 不好意思 我回来晚了 奥头王子不远万里 从西国过来 你居然还敢迟到 对不起 没关系 一路赶来累坏了吧 坐下 休息休息 我 还愣着干什么 听不见奥头王子说话吗 赶紧给我过去 那就是庄孟轩 果然 又大又漂亮 王子先生 请你自重 都他妈要嫁给我了 还这么害羞干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你了 庄家主 庄孟轩 我已经答应 将你嫁给奥头王子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奥头王子 跟前的一条狗 他要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爸 我不同意 庄孟轩 奥头王子可是西方神王的儿子 其家族在海外可是如日中天呢 他能娶你 是你的福气 你少给脸不要脸了 来 跟我上楼 我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人间大炮 住手 放开 把你的高手给我拿开 孟轩 你没事吧 你他妈是谁啊 奥头王子 他呀 就是一个老改犯 刚坐监狱里出来没多久 许家 谁让你进来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像庄家这样出汗间的地方 我还真不屑进来 孟轩 我们走 站住 你走可以 那孟轩得留下 他嫁给奥托王子 你怎么能这样 他得留下来 王子睡觉 爸 你怎么能这样 闭嘴 再过几分钟 就几分钟 总督徒会派人 来给奥托王子 送来万寿宴的邀请函 王子已经答应我了 只要你乖乖地嫁给他 他就会送给我 庄家两张 两张啊 所以 这婚 你必须得结 你别叫 你必须也得睡 许家哥哥 怎么办啊 你有冥皇令在手 你不愿意 谁敢强迫 你们两个兔崽子 耍什么鬼把戏啊 还冥皇令 你怎么不说 什么 真的是冥皇令啊 臭老头 你想害死我 老头王子 你听我解释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会有冥皇令 好啊 庄梦宣 你果然拿的是那块 假令 假令 这块令牌 我见过 是许家他妈伪造的 没有一点用处 庄梦宣 你拿这个假令 出来招摇撞片 你好大个胆子啊 不是的 这块令牌 是白风大人 亲自送给我的 他还说 要我持令参加 明皇母亲的外收业 怎么回事 你们都被他给骗了 皇上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啊 你们就都被他蒙在鼓里了 在他妈到底什么情况 你就是 奥托王子 哎哟 您真是英俊非凡 神武飞扬 一马当先 别当天狗 快说人话 主位 那块明皇令 的确是白风送给他们 但是 那是因为许家这个杂碎 在 吴监狱救了白风一命 所以白风才会 处处维护他 以至于承认假令 以假乱真 什么 许家哥哥 许家 你俩的伎俩 已经被我识破了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要我说 你可真能放屁 许家 你 你怎么还嘴硬啊 你犯了如此大的祸福 就是你兄弟我 救不了你 幸好皇少及时赶到 要不然 我们大家都被这块狗男女 给骗了 你还带着这块假令 干什么呢 还想连累我装甲吗 无论如何 我相信许家哥哥 孟宣 我果然没有看错 你算什么东西 我的女人 也敢碰 把手给我松开 你又算什么东西 也敢命令我 大胆 你别以为有白无常包庇 你就可以目空一切 我告诉你 奥托王子可是西方神王的儿子 论身份 奥托王子可不比白无常差 你敢对他不计 我看你是活地了吧 好 你是神王奥丁的儿子 你一个老该犯 也配知道我爸的名字 王子 这个砸碎 在吴监狱服过行 原来如此 想必你也知道 我父亲 在吴监狱里 冲冲冲冲 石箱点 就赶紧跪下来 从我的裤裆底下 钻进去 是谁告诉你奥丁 在吴监狱服做明皇的 你想说什么 奥丁 我杀的 妈的 敢诅咒我爸 来人 许家 今天你可是要死丁 我告诉你 你咒骂神王在先 今天你就算是死在这 乃是奥拓王子 白无常来了 也救不了你 好可惜呀 让你这个废物死得太简单了 孟姆轩 赶紧给我拱过来 不然你想陪他一起去死吗 奥拓王子 刚刚许家哥哥只是一时冲动 求您刚才贵手 许家哥哥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向王子道歉 我又没有说错 干嘛道歉 那奥丁主动囚犯越狱 当场震杀 连通刀胜功本 以及数百名霸底级的囚犯 你急死在我 许家哥哥 杀了他 什么 可这个小子变得这么厉害了 一帮犯 一帮犯通 我说你怎么那么狂 原来是个恋家子 但仅仅答应我这帮手下 你还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放肆 没错 奥拓王子 年纪轻轻轻就已经挤身到宗师行列 杀你 就像杀一条狗一样简单 什么 宗师 传闻宗师级别 极难成就 啊 奥拓王子啊 年纪轻轻就有这般成就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小小宗师 连你爸神王我都没有放在眼里 更何况是你 疯了 简直是疯了 奥拓王子 一切都是死人 挑事 作死在先 您无需顾及其他 只管诛杀死人 我都愿为你作证 我们愿为王子作证 一只蝼蚁 杀他 挡了我的手 我只需写上几个字 就能将他 当场真杀 什么 奥拓王子 您说的可是 明皇的一个杀人神迹 啊 张家主也知道 当然 当然知道 你说 传说中啊 明皇里的生死 不 只需在上面写上他人的名字 虽然相隔万里 也能将此人去杀 其原理 就是将自身的杀意 融入自首 杀意越强 自得威力越强大 没错 我这些年一直在苦恋 虽然达不到明皇那种境界 却让我摸出 鞋子杀人的几分皮毛 杀这种杂种 还是处处有余 连明皇的杀人神迹你都能炼成 真不愧是奥拓王子 写字也能杀人 薛家哥哥 你赶紧跑吧 放心吧 不就是写字杀人吗 他能写 我也能 是谁的库链没拉好 把你给露出来了 你知道 写字杀人有多难吗 不会会点三脚猫功夫而已 就敢在这大放棘死 就是 就连奥拓王子这样的青年才俊 也要苦练几年 才能触及到皮毛 你许家算个什么东西啊 他呀 就是一个只会自说大话的废 有什么资格跟我们的奥拓王子相提并论呢 啊 薛家哥哥 你赶紧走吧 孟轩 放心吧 当初奥丁公本这些人 就是死在我的笔下 越说越离谱 你怎么不说 那明皇的生死簿 就在你身上呢 然后你的动动笔 把我们都写死 我的确有生死簿 可狗的名字 不配写在上面 你 那我们就兜一场字 积分高下 宜决生死 好 好可怕啊 这就是宗师之力嘛 皮肤汉术 不自量力 哼 怎么回事 大家不用慌 刚刚的地震呀 肯定是咱们的奥拓王子导致的 真是太厉害了 哎呀 奥拓王子啊 你真是太厉害了 不止笔下听人 而且还引起了地震 神了呀 啊 地震了 那一定是我沉浸在写字之中 没注意到 你太谦虚了 你快这么低调啊 奥拓王子 请您亮字吧 总督武道 见过李宗师 奥拓王子 这是总督大人万寿爷 你邀请函 一共五份 请您收好 果然是五份 奥拓王子 那咱们之前说好的 放心 失诚之后 庄家刻有两张 太好了 奥拓王子 我皇家愿誓死追随你 但愿王子也能赐予我皇家 好说 好说 还有 总督大人明晚准备了晚宴 为你接风洗尘 总督有心了 一定参加 再下 告辞 宗师大人请牛布 宗师大人既然来了 就请留下来做个鉴赏 评价一下这两幅字 孰相孰弱 哦 鉴赏 没错 没错啊 在李宗师您来之前的 奥拓王子正在与人斗刺 比谁写的字更具杀意 杀意宁刺 难道是明皇的手段 没错 数年苦练 侥幸 亏得皮毛而已 王子过谦 过谦了 明皇落 平均生死 那种神器 多少人前去效仿 追随啊 可是到头来 连门槛都没摸到 王子只是数学几年 就走到了这一步 真是天宗之词啊 李宗师过奖了 那么今天有幸 我就欣赏一下 王子的墨宝 不知道跟王子斗刺的 是哪位青年才俊呢 哎呀 李宗师 你误会了 那人呀 才不是什么青年才俊呢 他呀 顶多就是一个 仗着自己会点三脚猫的功夫 想要华仲取宠的老改犯而已 就在那 庄小姐 你没搞错吧 就这种鼠辈之流 还敢跟王子斗刺 俏话 鼠辈 李宗师 您的评价 真是恰如其分 一身见血 去驾 听见没有啊 哎哟 你怎么还有脸站在这呢 赶紧滚回 你的下水道啊 你们胡说 胡说 老夫一生欲人无数 知道谁是龙神 与奥托王子相比 站在你旁边这位 简直是不堪入目 你 孟轩 没必要跟这种人偶气 李宗师是吧 既然你自诩眼里不凡 等下看到我的字的时候 可别把眼睛看下 就凭你 都别废话了 赶紧量字 人间至靠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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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四个字 你却精神霸道 让人无限想象 奥托王子 您这字 当为一绝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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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没 这就是你 我 之间的差距 人间巨炮 低速不堪 真是没文化的家伙 臭小子 你好大的仇气 临死前的嘴硬罢了 李宗师 不必理会 不过我这幅字极为霸道 你即使承受住了 但体内也留下了几条鱼里 我帮你驱散这道鱼里 再去看看他的字 不用 看这种鼠背的字 我不需要谨慎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能写出 怎样的好字 哎哎哎 李宗师 李宗师 难道 许家说的都是真的 自作孽 许家 你这个鼻 壮大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刚才也说了 我的字极微霸道 会在他体内 留下几道鱼里 我说 把他驱散 可他一意孤行 拖延时间 以至于 鱼里在他体内爆发 才导致他遭受重伤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啊 我说的 没错吧 你又想说什么 许家哥哥 这难道就是真相吗 孟宣 你别听他胡说 那李宗师 为什么会脱血啊 因为普通的纸 只能承载 我千分之一的杀意 这个纸只能用一次 用完就废了 许家 能找到这样的借口 可真是 精心准备了一番 许家哥哥 我对你太失望了 陆轩 忘了 他们跑了 无妨 量他也逃不出 我的手掌心 首先 送李宗师去治疗吧 陆轩 你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许家哥哥 他们没有追上来吧 什么意思啊 刚刚是故意演戏呢 不然 他们怎么会让我们出来 原来是这样 买富大人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是想告诉你 老夫人姓 真的吗 太好了 许家哥哥 我们赶紧去医院吧 庄小姐 你可以先上车 我有一些话想要跟你 许先生讲 许家哥哥 那我先去车上 白凤 到底发生什么了 明皇 这件事情 跟您的母亲有关 我妈怎么了 明皇不必担心 老夫人并无答案 那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是因为老夫人醒来之后 出院成了问题 据属下调查 老夫人和庄小姐 之前一直居住的庄家 现如今你已回归 陛下便觉得 老夫人和庄小姐 肯定是不能回庄家了 你说的也没错 可有安排其他的地方 这为此事而来 这是江城第一豪宅 地井龙府的钥匙 之前您在镇守 吴监狱的时候 龙首得知您的家在江城 便特意为您打造 我想起来了 龙首确实有说过 给我建造一座鞋 原来就是这地井龙府 既然如此 我先回去准备 白凤 暂时替我向孟宣保密 等一下接到我妈后 一起帮我把他们送过来 是 那就麻烦总督了 黎总是怎么样了 这庄家妇女 已经去请最好的医生了 黎总是因为我而受伤 无必要将其治愈 放心 王子 这许家跟庄孟宣 他俩该怎么处理啊 我刚刚跟总督说了 我将在明天的晚宴上 与庄孟宣 举行婚礼 王子 那我就提前 公祝你新婚快乐 许家来闹事怎么办 哎呦 是小子多虑了 这许家他就是个废物 能掀得起什么风浪啊 是不是 小子建议 明天的婚礼 能够由小子去守护 保证啊 您的婚礼顺利举行 好 那就交给你了 哦 对了 我现在还差一套婚房 你有什么推荐吗 还真的有一套房 特别符合您尊贵的身份 说 这套房呢 名为 很久都没人住了 据说在等一位 他真正的主人 您看您啊 身份尊贵 又来自海外 您啊 做这套房的主人 再适合不过了 江城第一号站 好 就他了 妈 孟轩 以后你们在这儿 就可以好好享福了 许家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可不是你一个老改犯 能来的地方 你 你是来应聘保安的吧 我就住着 为什么不能来 许家 你脑子里边都是大便吗 放的什么屁啊 这可是地井龙虎 江城第一豪宅 那里边随便抠一块墙皮 都能买你的命 你都不配站在这儿 而且 这地井龙虎 乘风多年 拒绝过多少权贵啊 只是为等一位真正的主人 一个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老改犯 嘿 我呸 要我说呀 唯有澳透王子这样的青年才智 才能住在这里 你 赶紧给我滚 你他妈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这张 从阳妹妹的狗嘴 地井龙虎 乃是龙手打造 建在龙骨 更是江城技标 某种意义上 代表了江城的颜面 你让他一个洋鬼子入住其中 你试何俱心 你 来人啊 老改犯打人了 住手 我都要看看 谁的胆子这么大 敢在这里闹事 我是地井龙虎的管家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你是这儿的管家 来得正好 好 这位先生 您就是那位澳拓王子吧 你认识我 澳拓王子 现在整个江城都在传 从西国来了一位公子 就连总督大人 都亲自为他们接风写尘 您的名上 小的可是无理过 那我就开门见闪了 我向买这套房 需要谁的批准呢 什么 您要入住地井龙虎 怎么 不行吗 不不不不 您误会了 您贵为西公王子 能够看得上地井龙虎 那是整个江城的荣耀 还需要谁来批准吗 小的 就能做主啊 是吗 那我怎么听某些人说 地井龙虎 简在龙国代表江城的颜面 不允许歪过人居住 什么 谁 谁说的 妖言祸重 看我不撕了他的嘴 我说的 你 你也特别算哪根葱啊 你敢插手地井龙虎 为什么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身为这儿的管家 难道不知道地井龙虎 不于江城 乃至整个龙国的意义吗 我呸意 一个破房子 有什么意义啊 我只知道呀 奥托王子归为西国王子 生来呀 就比我们高贵 猜说 这地井龙虎闲置多年 整个龙城 能够配得上他的主 这就是什么 既然如此 我把地井龙虎 交给奥托王子 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 不就是一所房子吗 还能上升到国家族 这有些人呐 吃不到葡萄 就骂葡萄酸 对 奥托王子 您是不知道 龙国呀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杂碎 这叫他乌烟瘴气 哪像您的国家这么好 出来的呀 都是像您这样的精英啊 你要是这么不喜欢自己的国家 就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以为我不想吗 我实话告诉你 我早已经向西国 提出了移民申请 一旦绿卡拿到手 我立马就走 一秒钟都不会多呆 说到这儿 奥托王子 我的这个移民申请 总是悲剧 您看能不能帮我 通融通融 好 等这次我回西国 你跟我的狗一起上飞机 没人敢拦你 好 那我就先谢谢奥托王子 我 我 龙国有你这种人 真给你祖上丢人 你他们说什么 好好的龙国人不做 偏偏削尖脑袋 去做假洋鬼子 我都替你仙人害臊 让你这种人来管地井龙府 简直令人作恶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这儿管家了 地井龙府的归属 你也没有资格插足 我好怕怕哟 就凭你 你什么算哪根冲啊 凭我 才是地井龙府 真正的主人 凭我 才是地井龙府 真正的主人 去假 你怎么会有地井龙府的钥匙啊 随便造一把假的钥匙 就说是地井龙府的主人 你拿我们当傻子呀 管你怎么说 这个 就是真的钥匙 你说真的就真的 我看管地井龙府这么多年 也只有一把天门的钥匙 能打开大门的钥匙 我见都没见 怎么就那么巧 就突然落到你的手里 许家 你还真是本性难移啊 先是伪造明皇令 现在又伪造地井龙府的钥匙 你是不是真想死啊 够了 有问没问 凹土王子 您不要跟这个小人一般见识 小小琴 小小琴 这钥匙是不是真的 一试便知 是是 你说是就是 你他们算老姐 你小子 我怎么不管你是谁 今天敢在我面前作假 你今天就别想走 来人 我会让你后悔被生 上 都跟我住手 白风大人 你怎么来了 坐下的白无常 正是 奥土王子 他就是许家的后台 白凤 白凤 你挑选人的眼光也不太行 居然选一个汉奸来管地井龙府 臭小子 你还胡说 白风大人在死 谁容你放肆 白风大人 这小子 不知从哪捡了一把钥匙 说是这里的主人 他简直是大你不道 白风大人 您赶快让他尝尝 您的厉害 白风大人 您打错人了 打的就是你 他 正是这地井龙府的主人 白风大人 您不能被他骗了呀 他就是个老改犯 他怎么可能是这里的主人呢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他的这把钥匙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 这位爷呀 刚才是我糊涂了 我糊涂了 我勾演不是泰山 您就饶了我吧 刚才不是叫我杂种 怎么 这回知道改口了 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是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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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龙府的管家 不刻进职守就罢了 居然除了羊妹外 给羊鬼子当走狗 还背负做龙骨的人吗 爷 我错了 您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不是做梦都想去西国吗 行 白风 带他上飞机 等到了西国的领空 就把他当作孤狗扔下去 落地成河 爷 听到了没有 我错了 我错了 白风大人 饶命啊 白风大人 爷 饶命啊 还有你们俩 好大的胆子 白风大人 饶了我们吧 我是身为奥丁的儿子 你敢动我吗 我念在你是外国有人份上 饶你一命 如有下次 斩力绝 还不快滚 谢白风大人饶命 谢白风大人饶命 凹头王子 快走 明皇大人 张浩托跟他爸一个德行 都且收拾 楼仪而已 无需理会 关寿宴在即 你多少点心 务必做到万无一事 是 明皇 老夫人跟庄小姐已经到了 就在外面 快 接他们进来 儿子 这可是地井龙府 你把我带这儿来干嘛呀 妈 从今以后啊 这里就是咱们家了 嘘 你跟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这儿做保安啊 走走走 妈 孟轩 我没有骗你们 这儿以后啊 真的是咱们家了 不然 白凤怎么会把你们 借到这儿来 妈 妈不是在做梦吧 妈 孟轩 以前我不在 让你们受苦了 从今以后 我保证 让你们过得幸福 太好了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羞辱过我的 死仇不报 尸不为人 去 你给我告诉庄龙 不管用什么办法 明天把许家给我引走 白无常 我倒要看看 你能忽他一时 你能不能忽他一世 孟轩 亲家母 都是家常菜啊 好慰心呢 你现在还到这里来干什么 亲家母 你看你这么严肃干嘛 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嘛 我还不能过来串个门嘛 庄凤坤 我跟你已经离婚了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哎呀 许家哥哥 毕竟我们也夫妻一场 你那么凶干嘛 你们到底想来干什么 说清楚 不说 就给我出去 妈 阿姨 爸 姐 你们请回吧 哎呦 妹妹 之前的事 确实是我们做错了 姐姐给你道歉 你就原谅我们 你一切都是我们的错 你们之前不知道 你跟白风打人关系这么密切 我要是知道 就借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得罪你们是不是 爸 姐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这 你这就是爸爸 为了弥补你 爸决定 让你重回家族集团 来做总经理 是 还有 许家 我给您也安排了一个职位 从明天开始 您就可以和孟萱一起 到我们装饰集团来上班 对对对 装饰集团 我还真不想去 你们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亲家母 我们是真的知道错了 我现在连长子都毁清了 而且 虽然说许家和我家凤坤 有缘无分 但是他又想和孟萱在一起 总是要得到我这当父亲的认可 祝福吧 是不是啊 你说 孩子 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要和孟萱在一起 绕不开作为父亲这一关呢 我警告你们 你们最好别耍什么花样 哎呀 怎么会呢 你就放心吧 不会不会 许家 我 我作为一个父亲 坚决支持你和我们家孟萱在一起啊 对 一点玻璃 敬请修纳 咱们就这么定了 你们慢用 你们慢用 我说王子 事情都办妥了 好 我要明天以后 许家母子双生与命 而庄某轩 则作为我 作为我第一百零一位老婆 被我的人间举炮 肉 命中生 许家先生 从即日起 你将担任装饰集团的业务经理 负责收回其他公司业务为款 而这 就是你今天的工作任务 这么多人欠款 许家哥哥 你赶紧去吧 早点结束 咱们一起下班 行吧 庄小姐请留步 接下来 叫一位重要客户要见 重要客户 放开我 放开我 姐 爸 你们怎么在这儿 当然是过来接你参加婚礼的 婚礼 什么婚礼 庄某轩 你少装傻了 我们呀 早就把你卖给了奥特王子 你要是不嫁给他的话 谁给我们万寿宴的邀请函呢 祖都今晚设宴 奥特王子都已经安排好了 这一是跟王子街坊洗尘 二呢 就是举办你们的婚礼 从今天晚上以后 你就彻彻底底是王子的人了 原来昨天晚上你们过来道歉 都是骗人的 庄某轩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们给你道歉 要不是为了拆散你 我们才不可能委屈求全呢 拆散我们 为什么呀 那当然 是为了个个击破 就比如说 奥特王子就已经在许家收债的地 设好埋伏 追杀他的人呀 那可是杀手榜上 名列前茅的黑洞霜 许家今天呀 死路一条了 你说什么 这就害怕了 那我告诉你 不仅仅是许家 我还派人抓了许家他妈 准备先奸后杀 估计这会儿 已经霜得嗷嗷叫了 我求求你们了 许家哥哥和阿姨才刚刚团聚 你们能不能发发身心放过他们啊 没问题 我可以放过他们 那你 拿什么还他们俩的命 也是很简单 只要你嫁给我 我就答应你 快点吧 这不就对了吗 带他去换婚纱 记得里面什么都不要穿 真空上阵 弯上入洞房 那才刺激 哈哈哈哈 明白 走吧 奇怪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房间里还有这么重的杀意 原来所谓的收债 是想收我的命 没想到 你居然能接触我的飞刀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了 能死在宗师手下 是你的荣幸 说 谁派你们来的 是奥托派我们来杀你的 他要在总部的婚宴上 逼婚你的女人 白风 立刻派人把奥丁的人头给我送过来 我要给他儿子 送份大礼 白无常 白凤 他是明皇 奥托这狗子也是要害死我们 竟然让我们刺杀明皇 快去跟上 看看咱们能不能将功赎罪 顺便找奥托算账 快快快 里边请里边请 行了 没人了 我们走 等一等 还有一位 许家 你怎么还没死呢 庄家皇家奥托 你们三方屡屡害我 你们都该死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你还有脸跟我说你听不懂 甲义让我进装饰集团 担任业务经理 实则把我引走 从而逼婚梦宣 更是在我来的路上 埋伏宗师想要杀我 这一件件的事 你敢说跟你皇上没没有关系 原来你都知道 没错 这些事情我都有参与 没想到啊 两名宗师杀手的围攻之下 你他妈居然还活着 有点本事啊 我若想走 那天下间谁能拦我 两名宗师级的杀手 就连奥托王子都要退避三射 你他妈一个废物 在这跟我装什么大逼呢 我明白了 你压根就没去包厢 对不对 没想到你这个劳改犯 运气这么好呀 今日这种必杀之局 都能被你逃过去 还真是用一句话 贱为贱命 一臭万言 我懒得跟你废话 我今天来 是来带走孟宣的 你说装孟宣那个贱人 巧了 他就在里边 正由总督大人举行 他跟奥托王子的婚礼呢 想进去吧 来 拿来 我这里正好有一张情体 我可以给你 按在你识相的份上 我可以考虑给你们皇家 一个体面的私房 我说给 但没说白给呀 哎 在我这两腿之间钻过去 我就考虑把情体给你 嘿嘿嘿 怎么 不愿意呀 那也行啊 那就要装孟宣那个贱人 被奥托王子的人间大炮给干死 超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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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敢咋我 孟宣别想要了 啥啊 你干什么呀 啊 你别过来啊 哎 狗主人 哎嘿 您怎么来了呀 嘿嘿嘿 狗主人 没错 他就是狗主人 奥托大人的宠物 他跟奥托大人 可是感情深厚 实话告诉你 这张请帖 就是给狗主人准备的 你只狗都能进去 我却被挡在门外 好 很好 大胆 竟敢知乎狗主人的名讳 你一个吓的人 你应该叫狗祖子 哼 好好的人不当 偏要给狗刀奴才 哼 狗掌人士 你竟然敢杀狗主 快快快 今天不管是人还是狗 我都照杀不误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宴会 本来我安排这场宴会 是为了给不远万里而来的 奥托王子 接风洗尘的 可好事成双啊 今晚 同时也是 奥托王子和庄家 庄梦轩小姐的婚礼 大家请看 为了纪念这一美好的时刻 婚礼的整个过程 都将以直播的形式 传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下面有请 奥托王子和庄梦轩小姐 新郎新娘 上场 你要是不想许家和老太婆死 乖乖听我话 从此以后 他就是我的 你一般另一位 妻子 我皇家送老斯莱斯 幻影一辆 祝二位百年好和 我庄家 奉上海滨别墅十栋 祝二位新人 早胜贵子 爸 爸 儿子 儿子 今天 送废人一个 死狗一条 以及神王奥丁的头颅一枚 祝奥托今晚 命赏黄权 许家 你怎么还没死啊 许家哥哥 太好了你还活着 黄轩 我来了 儿子呀 爹 你一定要把我保仇啊 快带公子去医院 许家 你把我儿子伤得这么重 我一定要你血债血偿 我从小把你养大 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你怎么可以走得这么突然 奥托 我这里还有份大力要送给你 父亲 你可是神王 世间谁还能杀你 这么残忍 居然把你的头给看下来 神王奥丁 竟然被割据了头颅 天啊 知道你是谁看的 许家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能活着 还有你怎么会有神王的 许家 我父亲的头颅 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我不是说了吗 杀的 许家 剪满头谎言 毫无廉耻 总统大人真是一针见血呀 像他这种人 我见得多了 总是把什么石头揽在身上 就以为可以出人头地 让别人刮目相看 但实际上 这种行为 在没有实力的前提下 无异欲 阴火是个狠 刚才你口出狂言 却还未死 是因为奥托王子 想知道 自己的杀法 仇人是谁 快说 到底是谁杀了神王 正好现在是全球之波 只要你大胆说出来 所有西国神王拥护者 会护你周全 无人 是 全球之波 好啊 那我只说一遍 你们可都听好了 奥丁 我杀的 而你 在我的手上 许家 总督大人亲自给你机会 你不但不知真心 还口出狂言 却总督和王子殿下 也密于无物 我这一将此人 当场诛杀 已经笑容 怎么 你儿子被我废了 你也想成为下一个 你 放肆 在我的面前 竟然敢说这种话 你好大的胆子 你算是不信 你说什么 连神王奥丁在我手中 都撑不过一招 一个小小的徒 也敢对我大放厥词 许家哥哥 你说什么呢 总部大人 许家哥哥只是一时冲动 请您高开跪手 他不是那个意思 都给我闭嘴 完了 这些奥托大人 都真活了 许家该死了 他是拉着你们所有人 给他陪葬 杀夫之仇 不肯带天 许家 我父亲的人头 是你拿来的 你肯定知道 凶手是谁 你不肯说出来 给我死 为了你死职 你说还是不说 住手 这不是奥托大人 派去杀许家的两位杀手吗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是谁 总督放心 这二位 是我请来的海外杀手 我一看到二位出现在这里 应该是 没有在目标地点遇见他 二位能找到这里来 应该是来完成任务的 许家 你应该都看明白了吧 他们二位 是我排住去杀你的人 失礼 存在我之上 你能交醒逃脱一次 却不可能有第二次 黄家主 正下许家可死定 皇上的仇可以报了 我等这一刻 已经很久了 二位 闭嘴 这是你给的钱 一共六千万 原封不都还你 为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 你差点害死我们 从现在起 与我之间的合作取消 等一下 你们二位 说合作就合作 说不合作就不合作 哪有你们这么反悔的 我不同意 你算老起了 你不同意 就怕这个钱 我们有命拿 没命花 真龙在前 竟然不知 简直就是一群 瞎里的龙椅 我已经给了他们提示 也算人质易尽 如果他们仍执迷不悔 死了 也只能怪自己 我们走 瑞丽丝 什么狗屁宗师 竟然敢刷我 就是 给的钱还不办事 简直太过分了 其中一位说 怕是有命拿没命花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哼 虚 虚佳 你给我笑什么呢 笑 这一次啊 只不过是我们几个运人不说 找了那两个不靠谱的废物 是你 今天才狗屎运了 随便你们怎么说 孟萱 我们走吧 虚佳哥哥 我 怎么了 他在问你 没听见吗 怎么 压了 还是不敢说 找死 虚佳哥哥 你别 孟萱 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不敢说 我替他说 虚佳 我不仅派出杀手去杀你 我还派人去抓走了你 妈 你说什么 哎哎 你们是谁啊 别动 放开我 放开我 虚佳哥 啊 他的阿姨危险我 我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 呃 老头 只说一遍 把我妈交出来 我总让你死无全室 你觉得现在的你 还要怎么跟我谈条件呢 不妨告诉你 全球直播间里 有我的人 只要我一句话 你跟你妈说 拜拜 孟萱 明皇令你带着吗 在这儿 明皇令在此 命天下诸侯 三分钟内 救下我妈 天王 天王 不好了 有人在直播间 动用了明皇令 目标将成 走 什么 起来 让全球百大银行都候着 随时对我进行资金支援 我要奉命明皇令 明皇令现实 不行 你去马上赶往江城 白无常大人 明皇都用明皇令了 不好 明皇动了真怒 这小小的江城 恐怕承受不住他的怒 快 随我面前明皇 爸 你看他 居然还拿那块假令牌 出来说事呢 从都大人 是人还拿着一块假令牌 招摇撞骗 请你下令 将他拿下 万人呐 说出我父亲的死亡真相 我可以考虑 留你妈一口气 奥托小二 你还有两分钟 哭 分一半人去营救明皇母亲 剩下一半 去金辉酒店住镇明皇 是 走 大胆 许家 事到如今你还嘴硬 我看你是真不想让你妈妈继续活着了 许家 全球只过肩 拿出假的明皇令 和在周末魁魁之下犯罪 没啥区别 相当于 你这样做会害死阿姨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一分钟到了 你叫的人呢 就是这里了 抓紧时间行动 要是明皇怪就下来 所有人都得死 那一块假灵牌 还想号令天下诸雄 简直是痴人说梦 奥托大人 对付这种人哪 你光说没用 要把他打得管你叫爸爸才行啊 就是 先废了他的手脚 看他还老不老实 这可是你自找的 懂手啊 白凤大人 您怎么来了 还有后面的这些是 冰王 神豪 沙尘 这些大人 我们怎么都一起来了 闲杂人等着 给我滚 东萱 你也想离开吧 禀报庄小姐 老夫人已经获救了 现在在地底里不懂你 你说什么 真的吗 东萱 这里太危险了 你先回去 跟我妈妈 妈妈我小心 我们在家等你 好 你站住 嗯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属下拜见冰王 冰 冰王 他是冰王 我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呀 白凤 从今以后 此人不再是江城的总部 即刻起 脸为乞丐 下半辈子 习讨为生 多谢冰王大人 不暇折恩 多谢冰王 多谢 冰王大人 那这个眼睛 该怎么处 冰王大人 我油烟不识泰山 就绕过我一次吧 我说了 你爸是我杀的 而你 也要死在我的手上 把他拖下去 斩力绝 是 学家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明日便是万寿宴了 一切可都安排好 回避冰王 一切保证万无一失 再帮我准备一份戒指 明日万寿宴上 我要向孟轩求婚 然后 再找一位最好的糕点师 请她教我 我要亲手为我母亲 做一个大蛋糕 是 恭送冰王 孟轩 徐家哥哥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啊 倒是妈 你被奥托的人抓走 可又受到什么折磨 没有 他们刚准备杀我 来了一群人 把他们歼灭掉了 我也就放出来了 那就好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奥托死了 那个总督啊 也被废除 沦为了乞丐 太好了 这些人作恶多端 他活该呀 赤家哥哥 白凤大人他们 真的是因为明皇里而来的吗 不完全是 总之 这件事情我也不好解释 那什么 孟轩 以后有我在 就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们了 这些年 辛苦了 好好好 妈 明天就是你六十大寿了 还记得吗 对啊 阿姨 明天您过寿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庆祝了 不 不是我们三人 妈 明天啊 我要为你举办一场 最盛大的寿宴 我要让天下的权贵 都来为你喝寿 儿子 你胡说些什么呀 妈 孟轩 你们就相信我吧 对了 孟轩 明天你拿这块令牌 和我妈 去参加万寿宴 这块令牌 难道是真的吗 可是他们一直说 这是伪造的 放心吧 相信我 不会有事的 我和孟轩去了 那儿子你呢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总之 你和孟轩先去 班首宴上 你们会看见我的 爸 那天婚礼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些人 真的是被那块假明皇令 给带来的吗 我也不知道呀 怎么样 我接到消息 这事跟明皇令 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好像是白凤 查到了奥托来龙国 我得不单 好像有盗取 龙国机密的嫌疑 所以才引来 那么多大人物 亲自把他捉拿了 那奥托是被抓了 还是死了 这我们也不知道啊 至少我们可以 确定一件事 明皇令 还是假的 对 明皇令是假的 那我们就很有机会 搬到白凤 黄家主 你有什么高见 只要我们能拿到 那块假令 我们就能借助明皇 铲除白凤 也能因此立功 盼上明皇这样的大树 可是奥托不在 咱们没有邀请函 也进不去啊 没有 没关系 庄网宣首领 那块明皇令 放奏的那么像 我们直接就可以拿来 当真的有 只要能混进外首宴就行 没错 哪怕事后暴露 只要我们成功的 举报白凤 明皇断然 不会跟我们 寄进这些小事啊 反而会寄我们一宫 好主意啊 但 需要一个合适的人 我来交给我们就行 听说黑武昌 和白武昌之间的 关系并好 会有竞争 而我刚好认识 黑武昌的弟子 牛马双杀 只要这两位 大宗师动手 绝对稳妥 不仅能搬到白武昌 而且 到时候明皇手下 就只剩下黑武昌一人 他们是绝对不会拒绝的 一箭双标 黄家主 好 关系够硬 黄家主硬啊 黄家主 又高又硬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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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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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牛马双杀 可真不愧是黑无常的好弟子 动作干脆利落 简直不拖地带水啊 哈哈 这名皇令 看着果然像真的 简直白武昌的事 就交给你们了 您就放心吧 那还要麻烦你们二位 把他们送去黄家了 没问题 交给我们 哎呀 你行了 别晃了 来了没有啊 哎 哎哎哎 漂亮 等伯父处理完 庄梦轩和许家他妈 就过来找我们会合 咱们先进去吧 哎 快快快 哎 嗯 明皇令 各位请 嘿嘿嘿 哎 真不愧是明皇母亲的万寿宴啊 在座的客人 都是龙国有名有名的大人物 嘿嘿 我仿佛感受到了我黄润斌的高光时刻 三位 麻烦让一下 嘿嘿 对不起 对不起 哎 你们怎么进来的 曲家 你怎么在这儿 这句话 应该是我问你了吧 哎哟哟 我说呢 你这个废物怎么能混进这种高档场所 原来在后厨打砸呀 啊 就是 除了也不洗把脸 不长眼的东西 你们说的也没错 我今天的确是在后厨 因为我要亲手给我妈做个大蛋糕 有 蛋糕呀 哎呀 没想到这老不死的 跟明皇母亲是同一天生日啊 你 曲家 你 你有没有搞错呀 啊 在万寿宴的后厨 给你妈做蛋糕 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就是 今天谁不知道 是明皇母亲的生日 难道 你要在这儿 给你妈造势 别痴心妄想啊 我懒得跟你们废话 我再问你们一遍 我妈和孟宴到底在哪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哪 你问我没有什么用 哎 许家 你呢 竟然踩了勾屎运 进到了万寿宴这个地方 就老老实实的在后厨待着 这种高档场所 不是你这种下人 可以随便走动的 就是 皇上说的对 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小心我叫人把你轰出去 轰我 你们眼废 喂 明皇 不好意思 老夫人和小姐都被抓走了 说什么 今天就你爹不在 是不是他搞的鬼 我告诉你们 要是我妈和孟宴出了任何事 不让这万寿宴 成为你们的丧业 哎 皇上 许家怎么知道他妈被抓走了 要是他知道真相的话 结穿我们怎么办 别慌 他要是不去则罢 他要是敢去 死怒一条 老伙子们上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阿姨 阿姨快醒醒我 你们快帮我 什么 现在知道怕了 你之前和许章你的法主 羞辱我和我儿子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到今天 你想到什么 穿上 当然是想跟你们了 据我所知 你现在应该还是个厨房 你可是连奥托王子都是干的女人呢 我给你找了两个满 让你好好享受一下 人间极乐 小伙子们 赶紧干 就是这样 好好折磨 王小 小周人 你还是乖乖地躺在这里享受吧 这事啊 一身半会儿没那么快结束 黄浅 你找死 小伙子给我上 你居然这么厉害 快救孟轩 孟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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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东西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我们女人来 请双少大人 双少大人 他就是伪宗明皇丽的罪魁祸首 快弄死他 快点孟轩走 许家 他俩可是货真价实的大宗师 你不是很能打吗 今天也得乖乖被他们弄死 小子 我虽然与你无怨无仇 但为了我师父 也只能牺扯你们一家了 妈 孟轩 谁能接住老牛的狮子宫 试试我的马踏飞燕 原来你也是大宗师 你逗你是谁 不管你是谁 我们的师父黑无常出手 今日彼此无疑 黑无常 没错 是谁敢伤我徒儿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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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把我伤的 师父 师父 还有我 他伤了我 就是打您的脸 你要听我们出气啊 师父 是啊师父 黑衣 你真是有眼无尽 居然收了这种人来当徒弟 大胆 口出狂言 让嘴 让嘴 害死我吗 黑衣在此 见过师父 不行 你是他们师父的师父 师父的师父 岂不是 明皇 明皇 明皇大人 我们刚才到底做了什么呀 明皇 明皇大人 请你饶命啊 师父有眼无助 请你饶了我们啊 得罪明皇 师父 现在就生理忙活 你 也给我复发 是徒儿没管理好弟子 给师父造成麻烦 实在罪该万死 亮在你刚才清理门户的时候 毫不守软 此次不予追究 谢师父 我要在万寿宴上 给我妈和孟轩一个惊喜 一会儿他们醒来后 暂且隐藏我的身份 是 妈 儿子 这位是黑无常 黑夜 先过黑无常 黑无常 二位无需如此 是在下弟子品性恶劣 在下出手相助 不仅是为了清理门户 更是为了 妈 孟轩 我们走吧 今天 还要给您过生日呢 儿子 这一次 谁也无法再伤害你们 明皇令 我的明皇令不见了 看来黄润斌他们 就是利用你的明皇令 参加到万寿宴 你说什么 孟轩 皇家庄家 他们参加了万寿宴 派人抢走了你的明皇令 还要杀了你们 毁尸灭迹 他们太过分了 走 去万寿宴 属于你的 谁也不能抢走 过了这么久 许家他们还没来 我估计凉透了 牛马双杀 那可是黑无常 大人的弟子啊 许家此去 只有送死的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这样就没有人发现 我们是混进来的了 是吗 许家 庄梦轩 庄梦轩 许家 这怎么可能 你到现在居然都没有死 两位宗室级的人物 许家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牛马双杀 不过是两头畜生包 大胆 牛马双杀 那可是黑无常大人的主下 你辱骂他们呢 那就是辱骂黑无常大人 许家哥哥 不是黑无常大人救了我们吗 什么 你说黑无常大人救了你啊 完了完了 好事 赶紧公知你父亲 就这么暂时不要来万寿宴了 找地府避避崩倒 以免你那黑无常大人不满 不用等了 黄钱 已经死了 你 你狗东西 你说什么呢你 黑白无常道 拜见黑无常大人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此次的万寿宴 我们只是马前 真正的主角令人其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起 明皇登场 妈 孟宣 许家哥哥 你干嘛呀 白无常大人叫的是明皇 又不是你 你上去干什么 许家 你疯了吧你 你没看见大家都屏住呼吸 期待着明皇大人登场吗 你要找死 别带上我们 孟宣 妈 这就是我给你们的补偿 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明皇大人登场吗 他怎么上去了 好啊 这个废物他自己找死 不好 如果明皇大人怪罪下来 这蠢货岂不是要连累我们 他怎么真把蛋糕推上来了 他不会真要借明皇的万寿宴 给他妈过生日吧 难道他疯了 估计是真的疯了 诸位 今天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今天是我 儿子 咱们下去吧 你可别闹了 妈 哎呀 某些人呀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竟然要在明皇的万寿宴上作业 许家 论作死 还是你强 恳请黑白无常两位大人 赶紧请明皇现身 毒杀此人 黑白无常 拜见明皇 拜见明皇 什么 你们说许家 是明皇 这明皇 我再也不要了 我不要了 天哪 真龙就在面前 我却毫无察觉 我真是永远无助 都明皇饶恕啊 没想到 我们针对的人 他是明皇 爸 看来我要去见你了 皇室父子 多次欺悟 投入吴监狱 遭受三千两百刀酷刑 庄室父 屡次如我 理应当诸 但念在是孟宣亲人的份上 投入吴监狱 流放改造一甲子 来人 将他们全部拿下 是 我求求情喊 别吵我 别吵我 妈 儿子 原来你真的是 没错 我就是明皇 妈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寿宴 你看 可还满意 满意满意 孟宣 这些年多亏有你 请原谅我的冒昧 你愿意 我愿意 太好了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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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